谢谢 大家好 我是脱口秀董王 说脱口秀不一定都懂 但董王一定会说脱口秀 是吧 董王2020过得也不好 不说了 不说了 对吧 今年脱口秀真火了 对吧 线下演出一票难求 我这天去外地跟朋友喝酒 喝多了 我说你去上海 我给你弄票 结果人真来了 我没票 演出的前一天我在网上买我自己演出的黄牛票 这已经够荒诞的了 更荒诞的是我有点买不起我自己的黄牛票 而且我真的去看那个黄牛卖的各个厂次的票 就由我的厂次最贵 其他都没那么贵 我还跟朋友说 我说那个 你喜欢看周期末吗 我还跟黄牛讲家伙 我说便宜的 忽兰现在线下演出少 所以贵 我说你卖票就卖票 不要诈着别人好不好 而且我们的段子受到了各行各业的喜欢 真的 现在就是受宠若惊 前段时间我碰到了前国租队长冯潇婷 他说忽兰 我特别喜欢你一个段子 有个段子特别有共鸣 我说哪个段子 他说就是那个跑不动也跑不掉 2020 2020真的改变了我们很多生活 就一件事情 你们来看投口学是要做核酸检测的 你们真的是为了快乐 啥事都能干得出来 我真的 我觉得有一天 听投我以后要拒掉条腿 你们蹦着就能过了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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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光是你们 我们讲演是 不光你们 我也做了核酸 也捅鼻子 很难受的 而且我现在经常去外地 现在基本上七天一捅 而且为了安全 上周还带着我爸妈一起去 大夫看见我们都是 哎呀 全家捅 什么破碗 他怎么能堕落成这样呢 我觉得我胆特别小 我还担心会测出阳性 你说想啥呢 我还去问医院 我说万一万一我要是阳性 我现在回去 你们到时候会通知我们 他说不光通知你 我们还会通知全国人民 但是 但是这次疫情期间 老年人对这个疫情的态度 真的让我特别迷糊 疫情期间我妈有一天 趁我不注意出去买了个西瓜 说我喜欢吃给我买的 我说哪怕你出去买龙虾鲍鱼傻的 你冒死买了个西瓜 我说妈你知道你冒了多大的险吗 说可不险吗 人几人的差点没买着 他就是待不住 动不动说出去买口罩 你说他确定了有在去买吗 家里一共没几个口罩 当然他带出去买口罩 让本不富裕的家庭雪上加霜 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 通过协商达成了共识 第一 谁都不许出门 二 没人那么喜欢吃西瓜 三 冰箱里面有啥吃啥 但我家那个冰箱也是个宝藏冰箱 就里面东西咋形容呢 就跟茅台似的 那真是啥年份的都有 我们还经常拿出来个塑料袋 也看不出里面是啥 说等化了再看吧 化了一看是冰味 除了要和家人一样处 平时就没疫情期间 就在那刷手机看新闻 看看就哭了 哭完之后人说这是谣言 我又开始生气 生一会儿去说 这不是谣言可以哭 给我气的 我说能不能哭 能不能给个准信的 2020大家真的过得挺不容易的 我周围有一些做公司的 做企业的朋友 我都不敢问 就只能通过朋友圈 去了解他们的尽快 三月份的朋友圈 还是什么加油公司挺住 六月份已经在分享毛病的消愁了 八月份在分享 像我这样优秀的人 本该灿烂过一生 十月份就是加油打工人 真不容易 我还有个做企业的朋友 我跟他约好了 我说可以出门的时候 咱们去云南徒步 结果疫情的时候 公司倒闭了 他被陷高了 我不知道 后来之后 我说走啊 咱们去云南徒步 忽然咱们只能徒步去云南了 最后想说 谢谢大家 听我捞的这些事 可能这些事 跟很多家庭是一样的 就因为疫情 不得不待在一起 中间有矛盾 有恐惧 又常常为远方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 相互担心受怕 希望我们2021 可以远离疫情快乐生活 谢谢大家 我回来 大家好 我是周西莫 我拿到大王的那天 建国就叮嘱我 说莫哥 你知道拿了大王以后 什么最可怕吗 最可怕的就是 从此以后 每天都有两三个人 围着你 跟你说 哎呦 你最牛 你最厉害 不管什么样的人 这样下去都废了 我当时想 哇 是挺可怕 只有两三个人吗 这哪是大王 该有的样子 那节目播出到现在呢 我的感受就是 不是说好了 都有两三个人吗 人呢 看来建国对于大王的生活 并不了解 拿了大王之后呢 其他演员总是想知道 我的生活有什么变化 连王勉都很想知道 今年大王的日子 过得有没有他好 真是 有一次他给我发微信 说怎么样 最近活多不 我故意隔了四个小时 再回他 我说不好意思 刚才在忙 什么事 第三天王勉回我 才看到没事了 生活确实有一些变化 商务比以前多了 但我发现那些客户找我呢 并不是想要我这个人 就是想要那句 Listen to Bye 客户给的文案 基本都是一个路子 不知道买什么车 Listen to Bye 双十一呢又会多 Listen to Bye 永远都是 Listen to Bye Listen to Bye Listen to Listen to Ding Listening Comprehension Listen to Bye And answer the following questions When I was young I listened to Bye Listen to Bye 对不起 我已经疯了 不过后来我也想明白了 拿人钱财 替人拜拜 今年的疫情啊 对大家的生活应该都影响挺大的 我过年都没有回东北老家 而是自己一个人在北京过的年 就这段生活让我意识到 我是多么缺乏生活技能 我尝试着给自己做饭 想炒个土豆丝 但我没有用擦丝器 因为他们都说呀 那个擦出来的土豆丝没有灵魂 我就用手切 结果切完以后发现 我天这灵魂也太粗了 这跟看宝店的薯条是一样的 炒完以后呢 心血来潮 还颠了个锅 结果那天晚上 真吃的汉堡 想炒个鸡蛋吧 打鸡蛋的时候呢 还一不小心 把一小片蛋壳 掉到了蛋液里 我就伸一根手指头啊 进去捞 结果发现那个蛋壳 仿佛突然有了 他自己的生命 躲着我的手指头 他游走啊 一圈一圈的 等最后把他捞出来呀 鸡蛋都已经打好 后来我想 不行啊 大过年的 我一定得吃好喝好 于是我就去超市 买了饺子 还有金点有机奶 因为那就是我 向往的有机生活呀 你过年不就得 有机有牙有鱼吗 这才叫过年 我大年三十晚上 就是一边吃着饺子 一边喝着 金点有机奶过的 为啥今年拿了大王 因为饺子就奶 越喝越拽 今年疫情呢 也让演出更麻烦了 年后我出去巡演 经常到一个地方之前 就要我做核酸 我做核酸呢 不怕捅嗓子 最怕捅鼻子 每次做核酸之前 我都会发出一个 哈姆雷特式的疑问 捅鼻 or not to be that is the question 哎呀 我第一次看见别人 被捅鼻子的时候 真的吓坏了 一个那么长的棉签 一下全怼进去了 当时我想 完了 这肯定是捅到脑子里了 这核酸肯定是阴性的了 毕竟连人都不是阳间的了 但人家被捅呢 都没事 咱这边就是说 能一整个给到一个分寸感 其实不管是原地过年也好 还是做核酸也好 对我来说呢 只是小小的不便 那些防疫的工作人员 才真是新的 真 对啊 那些防疫的工作人员 才是真的辛苦 在此向他们致敬 我作为一个脱口秀演员 在疫情面前不能多做什么 只能跟大家一样 积极配合防疫政策 然后在年底呢 给大家讲点段子 提醒大家 这一年再怎么难 也别忘了笑 谢谢大家 我是周期末 大家好 我是杨丽 道道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 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 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 杨丽你这样做 会特别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 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赶紧我手里就插一个小旗 准备随时说 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 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 第一次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 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我当时那个蓝色 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 我今天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 是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我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 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 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 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了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 这就是同道中人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 河南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 就是不管我现在 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 我老穿T恤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 觉得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 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的一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 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 是质简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 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啊 拍灯了 没人拍灯了 我觉得杨姐 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 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 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 说我的衣服 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 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好恐惧 翻上去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 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壮大 他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柏阳 你知道吗 拍照的时候 随时都在说 哦 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 你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 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就是忽然 然后就说 我一定要赢 我真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大家好 我是一个双胞胎 你们都看了第一期吗 看了应该知道 我们在第一期 讲了这样一件事情 就是去年节目播出的时候 有人发弹幕指出 左边的那个脸更大 所以呢 我们在第一期 就吐槽了这件事情 因为当时我就想 只要我自己把这件事情 说出来 就不会有人 在说我脸大了 现在第一期播了 所有弹幕都在说 你不说 我还没发现呢 然后呢 我们还收到了很多私信 你们俩好像啊 姐姐看着妹妹的时候 会不会觉得 自己在照放大镜啊 还有这样的 你们俩好像啊 脸大的那个 要是想躲在 另一个后面 会不会看起来 像玉环石啊 搞得我都有点想减肥了 我就发现 好像女生现在 特别容易有这种 身材焦虑 因为很多人就会说 减肥就是励志 胖就是堕落 身材不好 还有点不道德了 那要是别人问 怎么区分我们俩 我就说 你仔细看 我的脸比他 更堕落一点 而且现在大家 对瘦的追求 真的越来越疯狂了 女生应该知道啊 今天有一个品牌的风格 特别火 叫BM风 就是那种短上衣 超短裙 这家网红店 最大的特色 就是他们家衣服 只有小马 这算什么特色 这不就断马了吗 我们真的去逛了 那家网红店 在他们家 排了一个小时的队 一直在担心 会不会穿上不好看 结果发现 穿不上 然后我就硬穿 结果腰那里 就特别勒 但至少 它还能穿进去 我都穿不进去 不是腰穿不进去 是头穿不进去 我觉得这家店 穿不上的 你就不要让进了嘛 你的门 就不能重新设计一下嘛 你就把门 换成一张 只有BM女孩 能钻的高压电网 王妍也是小马的 让我们这些PT女孩 普通女孩 长长记性 但是还有很多 普通女孩 想穿上这些漂亮的衣服 因为我们从小 都是被这样教育的 比如我妈 跟我们讲灰姑娘的故事 谁能穿上水晶鞋 谁就是公主 大姐穿 穿不进去 二姐穿 穿不进去 只有灰姑娘脚小 能穿进去 我妈说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 漂亮衣服就是小马的 然后王子跟灰姑娘说 嫁给我享受荣华富贵吧 灰姑娘说 哎 你那点钱 我还不如去投资 做大马女装呢 现在只要你上网 就有无数次机会 觉得自己胖 最近我们看到 两条女团的热搜 第一条是 乘风破浪的姐姐 金沙带衬吃饭 金沙吃饭的时候 直接掏出一个衬 衬在那盘小沙拉 我一开始都没看出来 那是一盘沙拉 我还以为是一叠榨菜 另外一条是 创造营的热搜 他们让一群女孩 比谁腰细 搞得两排栏杆 中间的缝越来越小 看谁能从中间穿过去 我就想 练出这么细的腰 是有什么用 难道是要成团以后 一起组队 去地铁里逃票吗 最后真的只有一个人 通过了那些栏杆 是一个腰宽 18.5厘米的小女孩 我当时就想 他们选出一个 这么瘦小的小女孩出来 是要干嘛 是要献给金沙吃吗 最过分的就是 还有什么身材挑战 什么反手摸肚脐 锁骨放硬币 我的锁骨上 为什么要能放硬币 是有什么好处吗 是我在这里讲脱口秀 如果我讲得好 你们会往我锁骨上 扔硬币吗 有用 你们你们也有用 只有老板有用 对不对 轻轻的 来了 讲着讲着 你们一扔 我们就用锁骨一接 我们就像旅游景点里 许愿池里的两只王八一样 我们俩要是许愿池里的 两只王八 那我挣的肯定没它多 看着我们 你们都会说 认这个 这个大 谢谢大家 大家好 我叫毛豆 我今年30岁 我这个身材 很难让人相信 我不油腻 其实我挺害怕 在天花板舞台比赛的 我第一次来到这 不像今天 它就是几根杠篮 掉在上面的 太吓人了 尤其是最后 那个肉食动物上来之后 我和花花随便一动 这层楼都开始 花花了 给我瞎的 我说节目还没播呢 我一点名没有 我这就踏房了 我踏房不要紧 搬个兔子秀行业 都在房里呢 在线采访还问我 有信心能干掉谁 我当时只要 牵着花花的手 蹦两下 这拓骨秀行业就团灭了 第二天热搜第一条 拓骨秀大会 胖子杀缝了 我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个推武军人 但是今天就不讲当兵的了 今天就是聊聊爱情 真的我这个体型 可能就和浪漫爱情 这四个字没有什么关系 就像韩剧里那些桥段 翘原来一女主抱着一摞树 转角的时候 装在了男主怀里 然后镜头在空中旋转 两个人慎情对视 他先会装的是男主啊 他要装的是我在空中旋转的 就不是镜头了 女主落地楼梦了 我说刚才装着什么了 是撤吗 剧本不说最后一集 被射窗吗 但这种情况 生活中很少处现 因为转角的时候 我转角的时候 一般肚子比我先处了 不过了 不过了 很多人觉得胖子不好找对象 但其实我也是有对象的 他叫小燕 他身材能比我好一点吧 比我能庆个三斤五斤的 我觉得女生胖点挺好的 我俩第一次见面 都和别人不一样 别人第一次见面 都是咖啡馆啊 树垫 我俩第一次见面 是农贸市场 那天下着灵性的小雨 我们俩不约而同 看上的同一支筑前肘 当我们三只手 碰到一块的那一刹那 三只手 我心动了 猪如太的灯光 映着他痛红的脸 我也秀涩地和他大善 我说姑娘 你也铁球镖啊 他说铁什么球镖 这就是零食 就那颗 我感觉这不是普通的肘子 这是丑比特的前肘 这一肘子 直接打在我左信房里了 我恋爱了 我俩另一种东西 刚走出去没两步 雨下大了 我们赶快找小亭子避雨 就像那首歌 就是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你躲过一个屋檐 但是我发现我片面了 就我俩这个体型 根本不可能同时 出现在一个屋檐下 甚至我和我的肚子 都不能同时呆在屋檐里 能挡住我俩的 只能是大棚 最美的不是下雨天 而是与他躲过雨的大棚 真的就我俩这个身材 就别的情侣 互相依偎在沙发上 披着毛毯 看电影就感觉 哇 好温馨 哇 真浪漫 你看我们俩就感觉 哇 这个沙发质量真好 他也经常给我展现 他的幽默感 有时候早上起床 我叫他吃饭 大家跟我撒娇 嗯 哥哥 哎呀 你给我抱到沙发上去吧 我说咱俩你严肃一点 咱俩这种体型不要看这种玩笑 我说不嘛 不嘛 我就让你给我抱到沙发上 我说家伙们在这等着 我把沙发给抱过来好不好 我俩很少拥抱 不是感情不好 是难度太大 我俩抱在一起的时候 就显得手特别短 就像两只霸王龙一样 我最多才能够着他肩膀 他最多就能拔着我胳膊 邻居老远一看 这哥俩在刀边玩蒙古睡觉呢 不过邻居讲啥 我俩也不在乎 就毕竟我俩都很大肚 其实我讲到这混同人会听着不舒服 就感觉像我一直在吐槽小言一样 其实你也不看看你自己啥样 最后我想说 其实你们不了解他 他这个女生啊 他是我幻想出来的 他不存在 胖子确实不好找对象 一直以来在沙发上看电影的都是我自己 早上起床的也是我自己 但是其实我心底里还是很向往这种情节的 但没有别的办法 只能减肥 所以我在这保证 明年我要减到220斤以下 否则透过休大会我都不上了 小言你不用减 你就在农牧市场等着我 谢谢大家我就毛肚 哎 大家好啊 我最近其实是有点害怕一个 老无所欲的晚年 我真的感觉脱口球行业没有什么保障 演出说没就没 我跟蛋总一起喝酒 蛋总会永远问所有人一个问题 就是你几分 你几分 其实就是喝到几分的几分 我开始一时我也不知道什么意思 我说怎么 你也考公务员了 我现在每天就给自己设计养老的方案 你们想的我基本都想过 你们有没有想过和朋友们一起抱团养老 就老了以后几个朋友租一个别墅 玩玩游戏打打牌 就这样度过晚年 先不说我有没有朋友 就我为数不多的友谊 就是跟这帮脱口秀演员 如果你了解我们公司的夜生活和酒文化 你就知道 指不定谁老在谁的前面 你们听到这个道理 因为这个抱团养老 它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 就是大家衰老的速率得差不多 你不能说一波人比那边老的快太多 那样你心态是不可能平衡的 你不能说我这边还自力更生了 他们那边已经瘫倒在床上了 说好的抱团养老 变成义夫当官了 因为你要瘫 你就都瘫在床上 然后四个人平瘫这护工钱 谁也别占谁便宜 都手拉着手 三二一一一起去世 这样你才行 你不能说两个人瘫了 两个人没瘫 那没瘫哪是怎么着 每天做饭啊 躺那 我要吃金枪鱼 怎么着 我一个人招呼他们仨 我这白天给他们注射胰岛素 晚上推着他们去透析 养老的问题没解决 把这社区标兵先给瓶上了 你这不敢想 18加8黄金眼都过来了 今天我们到访的是徐慧区最无私的老人 看童大爷又在那煲汤呢 我在里面煎着个小牛排 但总摊在那 几分啦 这么出啊 我也想过就能不能生一个孩子 但其实我坦率讲 就如果说我要生一个孩子 我也不是为了养老 我是有一个很深层次的原因 我觉得这个孩子 能够给我一种全新的情感体验 那是一种你谈恋爱感受不到的 那种永恒的爱意 没有人会变心的 你谈恋爱出现的所有的问题 都不可能发生在父母和孩子的身上 你不可能出国留学两年 突然间收点 你爸发来的微信 聚少离多 要不然咱们先算了吧 你爸在那儿耿着脖子 我看你未来的计划 你根本就没有我 永恒的爱意 你看你谈个恋爱 六七年 大家觉得很了不起 这叫做长跑 我爷爷养我爸也六十多年了 我就没见谁 就是他俩很惊讶的样子 你们是怎么保持激情的呀 我爷爷摆摆手 多少年 早成亲人了 你叫踏实 这就是根植在你DNA里的感情 父母对于孩子的感情 但我对养老有些焦虑 我对生孩子有些焦虑 还是我妈给我治愈了 我说妈妈 到时候我的朋友们都有了孩子 就没人跟我玩了 这是不是很可怕呀 我妈说 某楠 你知道更可怕的是什么吗 就是所有人都在玩 就你有个孩子 那你算是完了 You are done 你完了 到时候别人在夜店通宵蹦迪 你在客厅辅导孩子做题呀 我都不敢想象那个场景 我朋友们在夜店里 Put your hands up 我在家里拿着本新概念 宝贝 注意这个固定搭配 Put something up 前一阵子我在晚上看一调查 就问就是90后 说你们年轻人 到底要怎么样 才愿意生一个孩子 就开除你们的条件 有一个答案 深得我心 答案说 如果说就这个孩子 他生下来 就能养我 那我就要一个孩子 我说说的对呀 就你别等到五六十岁 你不敢套了 你就生下来那一颗 你就养我 你就是 你思路就是得打开 你养孩子 你不敢生 孩子养你 你还不敢生吗 你想想也很有道理 就是孩子 怎么你妈生理费多大劲 空着手就来呀 有点这个觉悟 你别老是 含着个金汤勺出声 你含着个银行卡出声 叼在嘴里 嗯嗯嗯嗯嗯 没有一声啼哭 啪了口吐地上 指着我鼻梁 你省着点花 不过幻想 终归是幻想 要不然就是我养孩子 要不然就是我养朋友 但相比我养朋友 我还是养个孩子吧 我也想体会体会 永恒的爱意 谢谢大家 我是童骨蓝 我真的 我今天一天坐在那儿 都没站起来PK过 我想轮到我就轮到我了 但是呢 我挺喜欢我自己的 就是有PK来了 我也不怕 就没事不惹事 但是有事不怕事 现在我现在 特别想给你们展现 我的裤子 先给你们展现我的裤子 这是节目做过 准备的裤子 他们说显年轻 因为这是后浪 我跟你讲 我去年做的事 除了一些 我去年还在巡演 有朋友知道我在巡演 对吧 对 我去年也开始巡演 第一站选到我的老家 东北 就想给着东北人民 带去些快乐 去了之后才发现 东北人民 根本不需要快乐 短视频跟直播 蓬勃发展 表面上已经很难看出 东北老工业机器的痕迹了 唯一老工业机器的痕迹 就是遍地的老铁 我们除了演出 我们还拍纪录片 我们要拍一些东北的民俗 我们去拍搓枣 搓枣好 我就去拍搓枣 后来才知道 是要搓我 我还去看 搓别人呢 我说那可以 我这样导演 你就给我穿一个游泳裤 那个打底裤 他说全裸 纪录片真实 我说咱们纪录片的主旨 是真实记录 不是纪录真实 他说没事 后期给你当马赛克 他说你心理负担这么重 是不是怕被认出来 我说一个人 在澡堂里面 不穿衣服这么走 还有很多机器拍的 再不认识 是不是也多 想多看两眼啊 但是他就不认识了吗 而且在那个场合下 一个人 但凡显示出 对你一丁点的认识 你就只能期待他认错了 只是那个 脱口秀的那个 李淡 我说对对对 我说眼力真好 这都能认出来 他说还行 不穿衣服就脸显得大了一点 在那一刻我俩都特别的开心 他觉得他见到李淡 我觉得逻辑上 他见到的是李淡 李淡也可能特别开心 啥事没干 多了个裸涕 我们都商量好了吗 我们商量好了之后 去澡堂 东北澡堂其实挺好找的 就是你开车在城里逛 长得最像教堂的 那个就是澡堂 真的 这都是什么 什么哥特式澡堂 我们上午去的 水池子里面 有大爷在那边泡了 大爷一看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狠角色 眼睛里面写满了故事 身上也写满了故事 跟我们讲了一些 现在年轻的时候事 纪录片一个都播不了 我说导演 马斯克还是用来 挡大爷的脸吧 我不重要 导演也很重 你说在这个水池子里面 大爷的脸要挡 身子也要挡 拍出来观众还以为 我们拍的是 你一丝污水怪呢 然后去搓打 搓打其实也很有意思 现在搓打跟你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以前就是干搓嘛 现在你一躺 小哥说咱家有 盐搓奶搓红酒搓 我说你就给我使劲搓 别挣这些虚头断了 我说你之前干啥的 他说之前是干烧烤的 我说你这跨度还挺大 你这整的都是 我们的核心科技 我说能整的来吗 他说差不多 他说一面弄完了 再翻过来弄另外一面 他看吧 他看见有摄像机的拍我 他说这还拍着你 他说你是明星吗 我说算是吧 他说你上过节目 我说上过 而且看的人还不少 好几亿人呢 我说平时顾客 跟你聊天吗 他说聊 我说他们都跟你说啥 他们说就是聊一聊 过去的辉煌啊啥的 我说你闭嘴 摄像机拍我的 你还跟我幽默上了 我们真的是觉得 还挺幽默的 就想多拍一会儿 包括什么搓别 对我拍了半天 发现他只敢跟我幽默 因为我就来一次不来了 其他人是他真的顾客 本来想拍点幽默 结果拍到都是黑色幽默 其实他说这些 其实很多人想象的东北 短视频的东北 其实不一样 其实大部分人的生活 跟我们想的都一样 就是重复单调 偶尔还有精彩 大部分人也是一样的 虚荣怕事 还时不时的会 机智幽默 当我环顾四周对吧 我还发现 还是我最幽默 好谢雷尔夫 大家好 我是杭哥 大家好 虽然这是一个比赛 但是我每次看到大家 笑得特别开心 我真的觉得 这份工作是很有意义的 我就是这么跟我家人 解释我工作性质的 我说明白了吗 我这样明白明白了 开心 有意义 就没啥用 是吧 这就是他们评判你工作的标准 就看你工作有没有用 啥意思啊 就看你这工作呀 能让多少亲戚朋友 借到官 这个叫有用 所以按照这个标准 到目前为止 我家工作最好的 是我三姨 她呢 是在食堂工作的啊 就这么说吧 打我记事起啊 我们家就没开过火啊 吃的都是我三姨 从他们食堂 拿回来的东西 也不是硬拿 做太多 扔了 剩下扔了 多浪费啊 对吧 我三姨是秉着 不能浪费食物的心情 就往家拿嘛 有时一趟拿不完 那就分两趟啊 我们家分完之后 给我老舅 我二姨分 我老舅二姨分完之后 给我老姑二大爷分 我老姑二大爷分完之后 给谁分位 记不太心了 反正这么说吧 就但凡他们食堂东西 有点啥问题 那对于我们 整个家族来讲 那都是灭门的风险啊 在我们家 吵架词都不一样 我妈跟我再生气 她再生气 她也从来不说 我把养你这么大 从来不说这话 但我生气 我就敢说 那我吃你一厘米了嘛 东北人的家族意识 是很强的 但凡事都有两面性 就是像我家人 你家族意识强 相比之下 你与人相处的边界意识 就比较薄弱 我家人就不行 尤其是我妈 就东北大妈那劲 你知道吧 就说好听的是热情 但热情是啥 热情是邻里之间创个门 我妈是把两架墙给凿通了 你知道吗 她坐飞机 她就能直接问人空姐 诶 那姨问你啊 你这来回飞的 那有时间找对象吗 我说妈 你凿墙就算了 那还凿人逞中墙 我妈不愿意的 那问他咋了 老坑 那你一月赚多少钱呢 没有吧 空姐真的很专业 很专业 但你能看出来 她是在敷衍我妈 你知道 没多少钱 就一万多块钱吧 然后我妈安慰人家 一万多块钱 行啊 你这还摆坐飞机呢 就是东北人骨子里 是有那种豪爽劲 对不对 那从喝酒上 就能看出来 对不对 东北人喜欢喝酒 因为冬天冷 喝酒暖身子 有着习惯 我属于家教很严的那种 所以从小我爸就教育我 酒一定要喝完 我呀 是来上海这边 我才知道 啤酒是可以 一小口一小口喝的 你知道 在我家那边 怎么喝啤酒吗 跟变魔术似的 满杯 这些元素太登位了 还有点五酒精酒的 五酒精酒 我这吓坏了 我酒店抢了 还有这系列啊 五酒精酒系列 我一时间无法接受 我这还有王法不了啊 所以在上海喝酒 真的是毫无压力 毫无压力 如果你不想喝 你就直接说不好意思啊 今天我得早点走 然后在场的人 就真的不再劝这个人喝酒了 你知道这个事情 对于一个东北人来讲 他有多难以置信吗 他就无意于打劫 那我没带钱呢 那不好意思啊 这挺好的 难以置信 因为在我们东北吧 也有这种情况 就来着就 不好意思 今天我得早点走啊 那快点喝吧 来 乖 喝到最后 你知道 你今天不可能早点走了 对吧 你今生倒是可以早点走了 东北人喜欢劝酒 有这恶习 咱们不提倡 说这现象啊 而且很多朋友都会觉得 就在东北啊 这劝酒说那话的 多狠的多厉害啊 真不是真不是 我给大家普及一下 在东北 最高境界的一句劝酒话 是非常简单的一句啊 就是 你是不是不能喝了 就这么一句话 眼神啊 要微闭 整个语气当中 要有一种挑衅感啊 就你 是不是不能喝了啊 这句话力量 各位 太强大 太强大 没有哪个东北人 受了这句话刺激 就东北人听完这句话 直接就炸了 咱就不说东北人 就长在东北的玉米 听完这句话 直接炸成爆米花 我跟你说啊 这句话力量 真的太强大了 但是这边人 不懂这层含义嘛 他们不懂这层 那天我也是喝嗨了 我就问 我说那你 是不是就不能喝了 哎呀 早就不能喝了 你都才问我 谢谢大家 让我 言酒 虚实量 我跟他们关系也不怎么样 大家我是斯文 今天呢 大家都在讲父母啊 但我想说一下 我的家庭其实比较特殊 就是我出生在一个单亲家庭 我的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 就离婚了 就小的时候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跟我说 啊对不起 我不是故意的 就你知道时间长了 我就会觉得这就很酷 就每次跟同学吵架的时候 我就会甩出这个大招 就我同桌每天 你往那边超现了 我父母离婚了 对不起 但你知道 其实有这样特殊的经历啊 你会觉得还挺好的 因为你很容易拉近 跟所有人的关系 就小时候啊 每次别人听说 我父母离婚的事情 都会说 啊 这么大的秘密 你都愿意告诉我 我都没有什么秘密 可以跟你交换 以后你就是我最好的朋友 大家不知道 其实我已经告诉了所有人 虽然当年啊 父母离婚的人很少 但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也没什么不一样 我觉得我们家 跟别人家最大的不一样 就是我们家的相册 就你翻开我们家的相册 你会发现 有一个人是被抠掉的 所以你知道 小朋友每次去我们家 看完我们家相册 都会问 哎 你妈怎么那么喜欢 跟一个窟窿合影呢 我妈其实一直对她离婚 这个事儿讳莫如深啊 但是我觉得 父母如果离婚了 你就应该及时告诉孩子 因为你即便不告诉她 她也什么都懂 就我妈经常这样 有时候会带一个叔叔回家 两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电视 每次这个时候 我就会像领导 突然视察工作一样 突然冲出去 哎呀我说这是谁呀 然后两个人很紧张 蹭站起来 然后坐坐坐坐 然后那个叔叔还给我寒暄 哎呀这个孩子这么大了 上几年纪了 这个学习好不好呀 那我毕竟是我妈的娘 娘嫁人嘛 对吧 那我就跟她说 我说我去拿点水果 你们两个年轻人慢慢聊 我说妈你不需要给我五块钱 让我出去卖点吃的吗 然后旁边那个叔叔还特别傻 还教育我 他说哎呀小孩子 勤俭节约 不要乱花钱 我听了特别生气 对不对 我说妈 我觉得还是那天那个张叔叔好呀 你看张叔叔还给我们带了那么好的老村长酒 对吧 纯良酿造 真材实料 是真正的硬核好酒 记错了 好 这是之前那个李叔叔带的 哎呀我甚至可以知道我妈感情生活的详细进展 你知道有时候我妈会带一个叔叔回来说 叫爸爸 我说爸爸 没有丝毫有欲 习惯了 过了几个月 我说哎爸爸呢 我妈说以后不要再叫他爸爸了 我说哎好嘞 习惯了 但是我知道其实我的爸妈呢 都在默默地互相关心着对方 就是特别是他们每次听到对方的坏消息的时候 就你知道他们都会强烈着安排着心中的喜悦 啊做生意赔了那么多钱 哈哈好惨 所以每到过年 我都会给他俩带来一些对方的坏消息 让他俩开心开心 就像那首歌里面唱的 爸爸的烦恼跟妈妈说说 妈妈的事情向爸爸谈谈 但我觉得其实对于孩子来说 最可怕的啊 不是父母离婚 而是父母跟你说 我们不离婚是为了你 就真的很吓人对不对 你知道还有很多父母为了孩子的学习 还互相约定啊 孩子高考结束之后才能离婚对吧 听起来好像离婚是庆祝高考的一个仪式 孩子考上清华了 离婚吧 双喜临门 而且最 双喜临门 最尴尬的就是你想想 你没有考好 你要复读 他们复婚 你说你复读这一年压力大不大 你的父母天天鼓励你 孩子今年你可要好好考呀 爸爸跟李阿姨 妈妈跟张叔叔的幸福 可全在你手上了 一人考好四驾幸福 当然我说的比较夸张啊 但是我真的作为一个单亲家庭的孩子啊 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 父母离婚其实不是什么天大的事 但他如果骗你那才是最难受的 对吧 所以其实我现在已经想好了 如果我离婚的话啊 我告不告什么我不知道 那我一定会告诉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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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们家呢 装了全市第一批坐机电话 就九几年的时候 就那个时候啊 我们家周围亲戚朋友就根本没有接过电话 哇我们家人特别自豪 天天在家把玩那个电话 拿起来放下 拿起来放下 就实在不知道能打给谁 然后那个时候呢 我妈在广东做生意啊 经常给家里寄了一些那个新潮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音响呀 随身听啊 有段时间呢 还寄回来几罐咖啡 但那个咖啡寄回来了 大家都不知道该怎么喝 就在柜子里面放了一年多 然后有一天突然之间 我姥姥把那个咖啡拿出来 我姥姥自传人吗 看着咖啡就说 那个咖啡都要过七楼 明天都给我喝咖啡 但是没有人愿意喝咖啡 然后我姥姥只能自己喝 从那天开始 每天早上 我姥姥会拿一个绿色的糖瓷碗 哇 冲满满一碗咖啡啊 又苦又浓 抱着那个碗倒吸一口凉紧 你妈妈一天 买了些东西浪费去 一饮而尽 然后那段时间 我经常看到一些 很诡异的画面 就是我姥姥坐在那 面前放了两根油条 和一碗咖啡 你就看她满脸痛苦吧 那个油条往咖啡里面撕啊 一边撕一边说 老天爷哟 那不让我收那个养嘴吗 我还劝她 我说你不喜欢喝咖啡 你就不要喝 亲戚朋友来给他们喝 你不懂 对过咖啡好鬼哟 给他们活都是浪费 你知道后来一段时间 我姥姥生病了 然后医生给她开了一些中药 我姥姥当时端着那个中药 还要尝一口呢 那个中药味道还怪好 比那个咖啡好火多喽 两罐咖啡 我姥姥整整喝了一个多月 每天都非常痛苦 就这 她出去还要给别人炫耀 我女儿买了个咖啡 好哦 喝了好有精神 干苦好有理气 好 结果我妈一回家 看我姥姥天天 给别人炫耀咖啡 我妈说 妈你这么喜欢喝咖啡 再给你寄几罐 不要了不要了 浪费钱 我儿子 给你买啥都说浪费钱 最后还不是用得很开心 这个咖啡是真的不要了 女儿哦 妈妈累一辈子 吃了好多苦 都没有这个咖啡 苦哦 妈妈说你懂啥 人家外国人天天喝咖啡 我姥姥叫一我 问问啊 听到没得好好学习 外国人为啥子 生活过里好 都是因为冷吃苦哦 我觉得我姥姥这个人 可能从来都没有感觉过 什么是孤独 因为她不管随时随地 也可以跟所有人聊天 因为有一次 我们坐出车的时候 我姥姥坐在前排 她就开始跟司机攀谈 她说 小伙子 你们这个工作好哦 司机说 还行 好 一年司机都可以吹空跳 你知道很多老年人啊 到老了之后 都会觉得很孤单 很寂寞 然后特别希望 儿女都回来陪陪自己 但我姥姥从来不 她特别喜欢到大城市 来跟我们一起住 然后我姥姥特别喜欢 大城市的一切热闹的东西 但她有时候呢 对大城市的这些东西 也不太理解 大家的生活方式 她都想不太明白 就有一次在大街上 她就问我 那么多人排队是龙啥 我说那星巴克 排队买咖啡呢 红楼红楼 摆楼 摆楼 你知道我姥姥到最后 她还在香港 我小姨他们家住了一段时间 我觉得我姥姥有一种 很神奇的能力 她可以在语言完全不通的情况下 跟所有人交流 她刚到香港没有几天 她就知道了 那个小区所有的八卦 每天在电梯里面 跟我小姨八卦说 哎呀 谁家的女儿又离婚了 谁家的儿子又坐牢了 我小姨回家就跟她说 你在电梯里面那么多人 说话能不能不要那么大声 我姥姥说 喇啪啥 他们又听不动 我姥姥在香港呢 还交了很多国外的好朋友 我记得她关系最好的 是一个印尼老太太 我记得有一次回家 我看到桌子上有张照片 上面是四个老太太的合影 我姥姥还比了个耶 我一看照片后面 写了一行字 她说 我们永远都是好朋友 感叹号 这个是我姥姥写的 底下还有一行英文 I don't think so 我有时候就问她 我说你 就是 你看别的老人 都喜欢在老家待着嘛 我说我姥姥也不在了 你一个人在香港 你不觉得寂寞吗 她说 哎呦 我在香港好开心哦 香港那么多老头 我说你每天生活也太开心了 那生活就没有烦恼嘛 她说 呦 每一次一回老家 她们都说过是个 华侨好烦哦 我觉得我姥姥在的地方呢 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 但是去年她去世了 享年91岁 就是 我一直很想在脱口秀里面 讲讲我姥姥的故事 我姥姥年轻的时候 她是一个建筑工人 每次工地下雨的时候 她就在屋里面 跟她的工友们 讲故事说笑话 逗得大家哈哈大笑 然后我姥姥会拿个帽子 挺晚了给钱 我觉得我姥姥 真的是中国初代脱口秀演员 我觉得我今天 能站在这里讲脱口秀 完全是因为我姥姥的遗传 她真的比我好笑太多了 可能是因为性格的原因 我姥姥可能这一辈子 都不知道什么叫做孤独 当她走了之后 我们都非常孤独 所以我想跟我姥姥说 我们都很想你 愿天堂里没有咖啡 谢谢二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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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